下面第十四 壮严受用功德成就 这个受用 就是享受 极乐的享受 具体是些什么 不是人是其具 为什么呢 发性身 不需要饮食 不需要睡眠 永远精神饱发 阿赖耶的这种四身 他才需要饮食 需要受睡眠 切剥 莲花里头 产生的变化 就是我们 永远把 阿赖耶的三心象 来脱落 接受 自信的发性神 发性徒 发性是没有生灭的 不生不灭 发性是清净的 就像六足谭经上说出来 他开悟的时候 这样 无惧 那是发性 你想想 那就是极乐 第一个是自信清净 第二个是不生不灭 不变 不移 第三个是本质具处 智慧 但是才艺向后 统统去处 是本有的 不是外面 说来的 第四句说 本无动有 那就是自信本定 回到自信本定 幕后能生万法 你看你多自在 能生万法 是对众生的 前面四句是自受用 最后一个是帮助别人 能生万法 真的是万德万能 那么技术 爱要佛法位 常三美为师 贪乱法子 受用大臣之法位 常位三美为 不需要饭 不需要饭 乏味 其微无穷 禅味 禅月为师 它不要食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什么意思 滋养 身体 滋养 精神 爱要佛法位 是听阿弥陀佛 天天讲经 说法 这是接受教育 禅三美是自己修行功夫 定功的身 提神 不断向上 我们就不断向上